政府就决定取消强制金对冲了 对冲是哪个冲字呢? 这里有三个冲字 本来这个冲字和这个冲字 是两个不同的字 说文解字里的说法 这个冲是通道也 是一个行字 中间着着一个重要的重叶 你要走过的很重要的地方 通道也 所以有所谓要冲 有所谓守当其冲 就是这个冲 因为指重要的通道是冲 将它引伸做动词 即是冲锋陷阵的冲 冲过那条路 这个冲 这个三点水 一看就知道了 是和水有关 我们用水来冲东西 用水去冲 冲净的地方 就用这个冲点 说文解字的说法 就是涌窑也 涌是水涌出来噴出来的意思 涌是两边 两边摆就是涌 那就是水向上冲 就用这个冲字 后来就不单止向上 总之你找水冲出 所以水刺 提醒你 记得按制冲刺 就用这个字 冲 这个又怎么来呢 所以复杂了就是这里 原来中国 走这个简体字的时候 就将这个冲字 简化为这个字 两点水就是个冲字 也都将这个三点水的冲字 同样写成两点水这个冲字 于是冲锋陷阵都可以用这个冲 首当其冲 一样可以用这个冲 强积金对冲 现在通常都会写这个 但是写这个和这个是一样的 因为 从那个字的意思来说 你冲锋陷阵的冲 冲击的冲 还有用猛力去冲 其实都有很类似的地方 所以就不需要分了 所以现在你说冲锋冲击 或者冲刺 都可以用这个冲 冲刺是指刺杀的词 但是反过来 用水来冲 就很少用这个冲字来表示 所以说 请用水冲刺 通常说四季刺 通常就是不会写这个冲 就是用这个冲 przedsiębior 者带足够有左 Kurzch それでは 号采采 请你舍